11月14号,复影孙耀威一同出席某世界顶级护肤品香港概念店的开幕里 孙耀威自认为对护肤品没有研究,只要用对了护肤品就好 很多女生化妆前后相貌相差很大 她大探找女朋友一定要看她没化妆时候的样子 清秀佳人才是她的最爱 有一些女生真的是化妆跟没化妆差很远 所以怎么说呢 叫女朋友要看她没化妆的样子 这样会比较好 但是我看过有一些女孩子她是不化妆比化妆好看的 所以也不一定是真的化妆会变漂亮 反而有一些正面目见人 我觉得反而她有她很清纯的那种感觉 化妆就会显得比较老 男性的这个护肤并没有说有太多的心得 我最注重的 但是我觉得我最注重的是我常常会洗脸 其实当年我女生很复杂 我觉得男生会花太多时间在护理方面 所以我觉得男士护肤品最重要是要够快捷 方便有效 所以我觉得男生的护肤和女生其实是不错的 我觉得两种肌肉的特色都不错了 所以应该有一些是护肤的护理就是有满身的这个怎么说 护理的经验 就是很有这个心得 就是清洁方面一定要做得很好 就是卸妆要洗得很干净 还有就是要选一些适合自己的皮肤的一些护肤品 就是我自己就是很容易就是敏感的 那所以我选的时候都会选一些没有善料啊 还有比较天眼的一些护肤品 马上就要年底了各个大奖即将出炉 宋耀威表示自己对拿奖并不在意 人是要往前看的这些奖只能代表过去 现在大家都开始在问年底了 办案年底有没有信心啊 今年成绩那么好 那其实我并没有把这个东西看得太重了 说真的因为很多奖其实以前都拿过了 那些奖座我都说过都放在纸皮箱里面 现在连看都没有看 所以我觉得奖上只是在那一刹那 可以给你一个很大的鼓励 但是毕竟它是为你过去的努力 给你一个肯定 将来还是要去面对的 所以我觉得就开心就好了 如果有的话 没有的话也不需要太过care 反而往前看啊 希望明年的成绩一样好 这是最重要的